呦 老古董 听说你这件被人冲的最强服务啊 不如咱们来切磋切磋 怎么样 可以啊 就当做女性节目吧 喂 小屎 你确定吗 现在她可是地表最能打的女人 切磋而已 又没人会受伤 确实 再说了 舰长你施战我这个的吧 必须的 那就开始吧 第一局 咱们就比切苹果 呵呵 有多年牵扯白链的剑法 未必不能取胜 总感觉这个苹果不是被除尘苹果 你就是被伤成才 呵呵呵 呵呵呵 给 什么 既然对苹果发动了如此快速的斩击 关键事务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不仅如此就连苹果本身都没有发现自己被斩了 这种穿过细胞之间疯似的攻击技巧 轻易被老古董薛拿到如此的疯造级了吗 真是恐怖无死 虽然能用脚来斩击 但这种做法太不尊重事物了 这局就让给小屎吧 我 这一局不算 你说对吧 舰长 嗯 呃 呃 我全部这局赔上 呃 呃 呃 第二局 我们比奈受力 俗话说 想要学会打击啊 必须要先学会挨打 嗯 我没意见 行 那我来先手 嘿嘿 只要我先手打击的次数足够多 就能消耗完老古董的体力 到时候胜利岂不是手到擒来 准备好了吗 接招吧 可恶 你怎么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 纳米崩落 消失 接下来 该轮到我了 刚才那局咱俩都没受伤 就当打平了 我学不上把平纸 最后一局 本文笔利器 看看谁能批断的砖更多 嘿嘿 为了这句比试 我可是熬夜手 错了好几块特质的砖 虽然老古董的冲击很强 可想必也不能轻易 可恶 这 这你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了小石 你想学吗 我教你啊 我输了 这两人感觉真好啊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